诶 小赵啊 你之前说了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长照 可不可以讲一下长照服务的对象有哪些呢 没问题 我接下来将就两件事来说明 第一就是资格 长照服务的对象有哪些 第二就是符合资格的人要如何申请 诶 太好了 长照服务对象是像穿衣脱袜 进食 洗澡 平地走动等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的以下五种人 第一种是65岁以上老人 第二种呢 是55岁以上原住民 第三是50岁以上失智者 第四种是身心障碍者 第五是独居老人或衰弱老人 我有听说 失能 失智或是衰弱的人才能申请长照 那失能要怎么认定呢 失能等级主要是由照管专员评估 失能等级分成一到八级哦 哦 那么失智跟失能一样也是由照管专员来判定吧 不是哦 要知道有没有失智 也需到医院确诊 或是到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寻求协助确诊哦 长照服务属于社会福利资源 为求公平 防止滥用 还是会有评估机制 确保把资源正确分配给最需要的人使用 那么 像我的朋友老孙啊 他中风卧床一段时间了 我应该叫他儿子赶快申请长照帮助啊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申请长照服务的流程 走吧 嘿 田爷爷 你记得申请长照服务有三二一哦 三二一 什么三二一啊 三种开始 两个过程 一种结果 真厉害 先来看看三种开始吧 如果你想在家先了解申请细节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过手机或试画直接拨打我们的长照服务专线1966 接通后就可以跟专线画务人员咨询 初步确认您的申请资格 这个我喜欢 直接打电话最方便 没错 我们也是比较建议直接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 如果打1966专线 要给他们哪些资料呢 需要接受照顾者的姓名 年龄 居住地址等基本资料及身体状况 还有主要照顾者或联络人的姓名及电话哦 哦 我了解了 那第二种方法呢 来这边 哇 这是什么 这是照管中心 我知道 照管中心呢 就是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对吧 没错 在每个县市都有 要申请长照 也可以到各县市照管中心 中心的人员将会为你解答疑惑 如果条件符合 就可以直接办理申请了 小赵啊 你刚刚说还有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是什么呢 看这边就知道啦 这里是医院啊 他们要准备出院了 一般人需要长照的起点 很多都在医院 当我们因伤或因病住院时 出院后如果需要长期照顾 在住院期间就进行长照服务需求评估 出院后可快速取得长照资源 哎呀 真是喜新啊 这种开始的方式称为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让还在医院住院时就开始评估与申请 避免出院后手忙脚乱哦 我们重新看一下 三个开始申请长照服务的方式吧 第一 是亲自洽询当地照管中心 第二 是拨打长照服务专线1966 第三 是在医院住院时就可以使用的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好 三种开始我们都看到了 那两个过程啊 这三种开始都会联络到照管专员 他们会跟有需要的人约定时间 亲自道府评估 了解您的长照需要 诶 奇怪 这里怎么没有照管专员啊 你眼前不就有一个吗 哎呀 失敬失敬 原来小照您就是照管专员啊 没错 我们照管专员到每个个案的家中拜访 主要还是要确定个案的需要以及家里的实际状况 以便后续拟定长照的计划哦 这样 那照管专员会来评估些什么呢 主要还是跟需要被照顾的对象有关 个案需要的长照服务内容会因为身体状况 失能程度 居住的环境不同而改变 这些都是评估的范围 再以个案的失能程度决定补助的额度哦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 照管专员也会了解一下个案的家庭状况 去理解在照顾者身上最痛苦 压力最大的点在什么地方 之后确认个案的照顾计划 这个计划是针对每个个案不同 量身打造的吗 没错 这就是过程的第二步 我们往下一层吧 这里是长照申请过程的第二步 拟定专属照顾计划 刚刚已经说过 照管专员会根据每个个案的不同 搜集足够的资料 那现在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照管专员将会使用所取得的资料 交给个案管理师拟定专属的照顾计划 希望能够针对照顾者最需要帮忙的地方给予支持 真正的减轻家属与照顾者的负担 让长照发挥在最适合的地方 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负担的内容呢 我在这里简单举例一下 例如日间照顾中心 就像是失能长者的拖劳所 白天将他们送去那里让专人照顾 这样照顾者就不至于脱离职场 而断掉收入来源的一种方案 我那朋友老孙就是这种情况 我要赶快告诉孙小毛 要去找日间照顾中心的那种 田爷爷 等等 您听我把话讲完 其实除了日间照顾中心以外 还有很多长照资源可以搭配使用 只要跟个案管理师联络 调度就可以哦 例如居家喘息服务 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等 太多了啦 您等我之后再一一跟你讲 哎呀 对不起 我太心急了 总之 照管专员来评估后 由个案管理师跟个案及家属一起 讨论专属的照顾计划就对了 没错 您懂啦 诶 那最后还剩下最后一个 一个结果 那是什么结果啊 最后这个结果就是最简单的结果 跟我来 最后一个也就是每一件申请案件 如果条件符合 经过安排以后都会取得最适合个案的长照服务 三种开始 亲恰照管中心 长照服务专线1966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两个过程 照管专员道府评估 个管师拟定专属照顾计划 一个结果 获得量身定做的长照服务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何申请 那么接下来可不可以讲一下 长照的服务内容到底有些什么呢 当然 我马上就来报告一下 我们的长照四大主题服务哦 走吧 走